佩迪说自信很重要 所以他们一定要在决赛里面 相信自己可以赢下来 佩克说克里德是之前的队友 但是遇到他的话会让他更想赢下来 而克里德也说 再见的时候就是对手 对老东家他不会手软 克里德说到他们在常规赛时双杀了尖吉 他要让他们知道他是尖吉的克星 最后代表选手说了 这个决赛两队都有必须要赢的理由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组织的一个开场 那么两支队伍也是来到了我们的鲁帕的现场 现在能够举起这个奖杯的只有一支队伍 那么现在朝着决赛奔跑吧两支队伍 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即升入决赛的队伍 那么另外一个队伍就是我们的传奇LCK队伍 挑战他们的LCK联赛第九胜的T1 那么今天这场决赛2020LCK春季赛决赛两支队伍 究竟谁能够成为今天的王者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也将在所有观众的热情的欢呼声中 拉开帷幕 而且其实赛前刚才有一点想提的就是 他们也收集了观众的一个纸板 来放在空场的座位上 来形成一个大家都在为自己携队伍助威的情况 并且我反正知道真纪这边 其实是从我们不光韩国还从这个中国的粉丝团 也收集了大家的纸板 怎么给我管歌搞一个 其实问我了 在台上对服的船上 对问我了 但是我说因为我要解说 真纪16人 我不能影分身吗 你都已经决定就是今天在解说台上面 去表明自己的一个支持 是是是 前两天在微博上好像也看到 真纪好像也有一个那个RUF的那个视频 看一下这是T1的一个LCKBO5的总战绩 他在总共18个BO5当中只输掉了三场 其中是在2018年第一轮季后赛输给了KT 以及在2017年当时输给了一个如日中天的KingZone 以及2016年最后输给了一个KT是在那个季后赛的第二轮 但是其他的所有比赛他们全都赢了下来 尤其是包含你看到整个2019年 他们在所有比赛中只输掉一局 只在最后的决赛当中输给了格里芬 三比一 在看到了就小场胜率也是有七成多 对吧 然后这是这个常规赛 春季常规赛的时候 他们总共18场的一个大场 然后各自的一个胜利 可以看到在黄色的监局中间是有一个八连胜 这个表做的就比较复杂 其实不用做这么复杂 我觉得 刚刚赛赛前也看到了两个中单的队位上面的一个胜率 然后这边来做一个总结 17年跟18年可以说是 Faker比较在自己的联赛里面表现比较不如意的那一年 而在19年 Faker当然是拿下了8比1的一个对阵 而在2020年这是小局数 而主要也是因为19年其实BTT效力于KT 当时的KT也是宝级的一个队伍 对吧 导致你很难想象他们在常规赛击败当时的T1 而在本赛季的总体数据上 你看到作为常规赛MVPBTT的所有数据都非常的亮眼 或者是维鲁斯的一个大招 KT1说实话 这把阵容前四周选出来 感觉看他能力已经不强了 就只有你补这一手 还是要进去之后看有没有效果吧 而且主要对面辅助没出 你先拿锤势的情况下 这边真击如果辅助 直接优秘了 我还以为这手会整个什么机器人 我觉得是优秘 我感觉其实整个机器人也挺好的 而这样卡子进野区是也比较聪明 在知道你开野路线的情况下 直接选择反一个F6 也知道雷克赛前面 打F6确实感觉很伤 也只能先打单体的野怪 这位置两级的BDD想来插眼 这边被逮到了 感觉要打闪了 而且男嘉宇快速拔家 这感觉有可能要被连到死 这个飞可交闪现补一发Q技能 这波下刷个小鸟结果逮到个大的 是是 卡子其实在空图包括团战方面 其实做得不错 听到了一个赛拉斯 赛拉斯这位置吃一个大药瓶 来把自己的蓝量回上 BD还在追他 奥恩也追过来了 这位置飘移过来 卡纳是没有闪现的 奥恩直接求闻 闪现过来 风箱延期加击飞 人头是给到RESCO 这段时间下不是很难受的 来了 闪现推 米格这边闪现也很快 是闪现已经好了 是主要的问题 就因为两边的闪现是 同一时间进冷却嘛 视野 是 我这位置感觉已经死了 这只要阳闹就死了 是 小阳 反双 抠一个挖掘机大响操作 雷克赛直接Q到开 他那响反杀 但是R出来之后伤害差一点 之后被CLEAD三转转死 压不太住 这边 这个位置Ruler很危险 闪现刷Ruler要闪上去了 隔下的勾 被Ruler闪完 灵光披风的加速 走位躲开 是 一个盲视野的Q技能尝试 之后就换闪 而且沙皇其实是有TP的 如果 已经看到南枪了 感觉要走了 这位置 不能再留了 烟雾弹回身 南枪这边追着很凶 一到脸上 被过来一个虚弱 猫民的魔法中央 定了 定到 这波卡子有点上头啊 是 他感觉自己后面有灯笼 但是被点不到 不能点这个灯笼呀 是 拖下去 打团 打到后面还是好打的 是 烟雾弹减速到 伤害很高 可以的 这位置有闪现的 没有交出来 直接被挂杂导弹给轰死了 他这波交闪 其实 但我觉得要闪一有机会啊 但南枪手里有大呀 你闪了一个大招 其实还是比前面被打太多血量了 而且向外猛充太狠了 15分钟的时候领先 T1的胜率是高达80 百分之82 对 而你这波刚好是破坡而出 是 就出来了 没办法提前挖地到 他都 主要是挖地这个 挖地的这个独特机器 他可能都不找南枪 就已经贴在身边了 来车 好 报告给 这波给的是李哥的这个 我觉得李哥把可以的杀了 是不是有点开心 是 这些上下路 床玉塔一掉 赶紧让自己的杀黄去 李哥什么情况 出错了 李哥回去要卖了 哇 李哥失误了 让你几百经济 哇 这波说实话有点亏 刚才那人投钱让出来了 这有点亏啊 对吧 买错了呀 买到了两个进食 这按是想捶可力的 切瓶 就买出来的时候 切瓶切走了 主要是还被导播抓到了 然后我们小地图还看到李哥 李总原本是想要偷偷摸摸的回家 对吧 跟老板商谈一波 这这这波当中没这回事 能不能退 能不能退 结果老板说这出电不退了 出电不退了 离开水泉就是不能退的 是 应该是想让正面有机会去开 Effert的状态已经不好了 真机这位置还在逼 又一发通病命中 Effert只上三分之一左右的雪狼 龙是谁的 龙没有被抢掉 回身两个羊护装都只撞起了 对方的一个人 那双方应该是和谐拉开 OEN这位置 W没有顶住 控制效果 将闪现回来 一个头锤往后 拉开猫咪的火带中 让保留下 闪现一发穿刺之剑 挂了W的被动 直接穿死了 是 是Effert的一个点火 把这个OEN给烧死 但是最重要的伤害 开始来自于Teddy远方的一发穿刺之剑 接开动了 打的速度很快 是 这打的速度一定很快 但是就比较伤 挖具 挖具 这波是吃到了Teddy的一个大招 但是打就是很伤 又一剑 可力的又是血量 走过来没饰演 OEN走脸 一个E技能拉回去 猫咪这边磨点中 让直接宝座有焦掉了 是 李总一个导弹包 上来被套一个虚弱 再将自己的第二个W回去 赶紧腰飞机啊 是 赶紧点灯笼 贝克是W进去W回来的 点一个灯笼 两边都在互相试探 这时候开了一个灯笼过来 Ever想勾 没有勾到 刷回来了 软投射位置很危险 侧面一拉背 入了闪现躲开 回身突兵 命中卡纳 但是回旋标的伤害不够高 两边对焦掉了 闪现之后 是 入了单交掉闪现之后 双方再一次拉开 但Teddy在后面 又是一剑穿到了Lurer 但有优秘 这边赶紧给一个活力旺盛 开始奶回来 这时候 还有火力的一个 破壳的一个可能 蓝枪溢下去了 想抢这条龙 但龙的血量 还没有到主界区 没有抢到 入润拿龙 但是一个大招呼死了 BDD 是 又是Teddy的一剑 Teddy这几发 穿持续线太准了 是 而且这波 感觉BDD死了 T1是可以推一下 中轮二塔的 因为真技这个阵容 确实开了能力比较强 开到了 开的是沙皇 沙皇这位置有一个秒表 秒表开完兽 出去外来被躲掉 所有人掩护 沙皇这位置还没有死 假的奥恩阳 撞出来回翘 没有翘到任何一个人 是被风向连起 顶上击飞效果 RESCO想开 转身开团 只击飞了一个 南向的情况下 双方还是要拉开吗 来看一下 其实死亡判决 又判到了RESCO 但RESCO很热 而且身上有个猫咪 猫咪的互电中 让空掉了 只DT的定到了一个卡纳 5打5的团战 再一次没有产生阵亡 是 两边感觉 一打起来的时候 火线上是没有人的 有大乱斗的感觉 你继续在龙坑会合 但感觉真机也清楚呀 你不敢去动这个打 这个位置李哥 哇 这一个RA 还好有幽咪奶一口啊 是 真机的红buff草丛 上面的兵线 已经来到了二塔 感觉可以考虑转播上路呀 要继续在这里边 还在pok 又是你接下来到了BDD 但是可能逮到了可力的 可力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交闪 交回闪一丝血杯 飞个一个火箭轰炸给炸死了 这种龙鹿是在召唤炸出来 空半位一个是后方的一个 二本流 是鲁勒已经交闪离开了 可在路半位 那前面的沙龙就没那么好运了 倒下以后 幽咪也是直接被Penny给带走 这时候只剩下鲁勒一个人 在右侧 虽然机关感觉追不到 但是这时候突然可以回头打大楼 没有 Penny这么想要硬杀 但是被 哇 被鲁勒给操作了 两下暴击了 两下折镜直接暴击了 这Cleed怎么老出事呢 一打提完 这位置距离差了一点 想两下龙一起吃吗 但这位置如果被Cleed吸引的话 这个大龙没打电话 来不及打了 因为其实挺难抓的 这波是稳吃大龙一个机会 但是由于上路去追击了 所以没办法去吃了 是 这波Cleed其实还是因为 他可能是觉得大龙里面有人在打 他在过去听 所以我们看一下 你有地听术呀 其实没必要走那么近 这波BTT是不是失误了呀 他的流产疫情是往前飞 反而刚好吃到了 Cannon叫的那一波羊 这波入那操作起来了呀 连人暴击了 一下两下 没有他应该是丢了一个炮台 炮台打了一下 然后他A了一下 而且他那下A是带四个飞轮的A 对对对 要逼了呀 他这边把视野抢 Cannon带到内套 又开到了 又是可以的 又要秒了吗 有一口治疗加自己上身 一个头唇没有撞飞 叫羊想杀卡子 反撞撞的是右边 清了中路一波兵 而下面卡纳已经快上高地了 这波对神技来讲 是一个很难以抉择的局面 是的 这波可惜 奥恩RESCO的一个技能空的比较大呀 就是上半部现在压力有点太大 而且这波入了 是没想象 RESCO被勾到 身上带猫的 开一个实样尾石板甲 被偷了大 反身一回来 还好有实样尾石板甲 这个时候变硬 还是救了自己一命 但优秘把自己的大招给用掉了 奥恩大交出来 没有击飞到人 入了这个位置 赶紧把塔点了 而侧面 李哥在找进场机会 RESCO的真羊叫出来 回跳 跳了一个男枪 想杀南枪 这位置南枪被一技能击飞了 但没有人能跟伤害 一个清灰燕宁过来 还差一点伤害 大隐魔刀救了南枪一条命 而且正面的话 克力的开完秒表 感觉自己选择也很不好 哇 大隐魔刀 克力的刚刚稍微犹豫了一下 我感觉这波可力的 大没伞 对 回家吧 我来打大龙了 这波很关键 打的速度很快 现在一万血 感觉雷克赛这个位置 有点来不及了 应该是没机会了 找了一个隧道 没奥恩过不来 完全没有视野 这完全不知道 大龙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最后是 飞克已经是把大龙给击杀了 那这样龙掉了 基本上 我听到一个金声的声音 而且清不掉线啊 这个位置 清不掉线 感觉他只能放了 这一攻没勾到 奥恩开阳 想要开 回翘翘起了 Efford 假阳 偷来的阳位置 撞得也很好 而且这个阳两段的伤害 基本上 打爆了 打爆了 过来 感觉真机还要退啊 这个位置 只能去守基地塔 水晶还想再磨叽一下 但是应该是没有磨叽的空间了 中路的大兵已经到了 赶紧猫咪给上一个加血 让鲁尔能够快点 去守中路的超级兵 拿扯的太好了 你看T1的站位 其实都比较分散 就不让你 离次看到我多个人的机会 进化解掉 但是这波 CANON脱来的一个龙具之神 击飞了 但是没有人能跟上 是 下路的防御塔摇摇欲坠 里哥过来 耀光这一下 没点掉 因为刚才触发了 那个偷塔的机制 回身融入之神的召唤 击飞了卡茨 但卡茨这位置血量还很好 赶紧趁热这波 机会真一 假开团真清兵 把这波炮车兵再清掉 两边单独是用一个奥文的大招 要把线索打起来 感觉都很困难 是 Aver刚刚的位置 其实是很趋厚的 大家如果注意到垂直的位置 他是一直在随便 登龙救援 这波兵线没来 直接扯的点掉了 那打掉了的话 这个水晶应该也要给了 给三路 三路 1分20秒的这个风龙魂可以拿 厚力的我觉得会有想法 开始偷了 这位置应该已经听到了 听到了这边在打 知道里面有人 看一下 这波要去抢啊 四千血 奥文过来 这个位置放掉了 T1很稳 T1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因为万一龙被抢 你再给他拖 但是现在 奥文 哦 还好 但是现在其实上路水晶马上重生 这波是已经没有超级兵线了 对于捐绝来说 他上中路的兵线 现在应该是有机会 让沙皇来正面了 而且还是打龙 而且没排视野啊 这里 这波有个眨眼 有个眨眼看到了 现在大龙整体的一个血量 颗粒的是有闪现的 ever 再一勾 没有勾到颗粒的 这波 T1必须得再放 GP啊 感觉T1现在有点犹豫了 走出来 想刷 从前席顶掉 自己背上来 直接打住了一个闪 后面有TP 这一间命中 入热大高 入热进化解掉 入热状态已经不好了 而且再听说 二二二这边很脆 交一个闪现 加上线尾石板甲 回敲的一个大招 压起身 卡纳先被击杀 正面变成零换一之后 T1要拉开了 哇 这一波 但大龙现在T1 即使四打五 我觉得有机会动 现在状态是很好 但是游蜜这边 也一直在给打野奶 打野是不可能回家的 有奶啊 这看T1怎么决定了 而且这个龙扛的 还是有点小杀 现在没有视野 蓝金雄先照一下 不敢打不敢打 这位置奥恩 直接从家里踢出来了 是一个满状态的奥恩 而且这波还不想让你回家 在前面断T1回家 而且你看到 大招转的这个速度呀 三条风龙 转得很快 马上大招又转好了 但家里的水晶 出了点问题 这波 他这波 感觉还是转啊 回去守一下来得及 哇 刚刚其实 TP绕后的是 Teddy的维鲍斯下来 技能给得很准了 带着一个TP落地 还有家人所谓的 一个双加速以后 他是先Q技能命中 然后再大招命中了 乌勒 但是乌勒有进化 哎 这波想想来个灯下黑吗 趁着你回家了 我偷一波 打个时间差 打了打了打了 打得速度还是很快 感觉来不及 而且拉着机有点远 克力的这波感觉赶不到了 叫羊 这位置顶 要打到底了 克力的过来来不及 龙被打掉了 而且正面再偷一个 还能再留人 这个大招撞 哦 打不住又顶住 但是这个死亡叛 就把他判住了 而且这波没有伤位 石板架 但这个位置 猫皮大招大的效果很好 看这个意思就拉开 克力的完全扛不住 飞机的一个伤害 是直接被打破了 哇 但Teddy的一个穿刺之剑 把这个克力的人头 还是稳稳地收下来了 那感觉一拨了呀 而且右边的门牙 血量是很低很低的 即使能压回血 但他也有一个 这个33% 66%的这个坎嘛 有一个预值 而且他总不能狂回吧 对吧 他这回的速度也不够快 明显进来 开不起来啊 大导弹 Teddy对一个大导弹 直接打没血了 就硬拆 卡子队的防御塔疯狂输出 偷杀黄的大招 这波Kanon难道要进场吹了吗 最后是撸了 利用自己的一个 最后一个抓住过来 勾到水银解开 回声想打 但是不管了 T1把激励点掉 我们恭喜T1 剩下一成 是的 没想到第一局上来在 自己烈士的选边权 但是主要也是 大家可能很好奇 有什么Genge选蓝红啊 但是前面可能两位在解说 在很仔细看BP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BP过程中 韩方是有给到两个队伍 分禀的蓝红胜率 Genge的蓝方胜率是只有54 但他们的红方胜率是有71 最坚决全红 哇 这个Teddy直接4万 4万 拉满了 看这把说实话 两倍的最大攻击 可能还是Kaz Kaz 对 前面打得太好了 只有一波失误 就那波下落那波 剩下的情况下 前期也都带动太好 而且这个一抢的南枪也是 为这个系列赛 我觉得带来了 非常大的改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